我就想說完蛋了 然後我睜開眼睛之後 他們就說你剛剛昏倒了 然後就說蛤? 然後就說你噎到 然後就說蛤? 通常大家問我最常的問題就是 那你有沒有看到什麼人身跑馬等之類的 不是一道光啊 今天跑馬你直接走了 沒有 嗨大家好我是萱頭 歡迎收看我的新節目 荒謬事件大... 歡迎收看我的新單人 荒謬事件大霓盒 她是我今天第一集的來賓 Eloise 嗨大家好我是 Eloise 她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她的人生這種 截至目前為止最荒謬的故事 那就是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人生就是不停的在發生一些很荒謬的事情 我的人生就是一場鬧劇 可能很多人的人生也是一場鬧劇 還有這個新單元產生 她這個故事真的是我目前聽到的 好笑到第一名耶 就是我聽完都笑到坐在地上 巴嫩我也提一下 就是我們是在馬祖練習 因為我那時候去那個流金歲月送明信片 然後她剛好在馬祖打工換宿 然後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就是因為聊到荒謬這個話題 沒錯 就怎麼可以這麼荒謬 真的 我太想跟大家分享了 你有沒有想跟大家分享的 嗯...有點boy 我沒有提到 那時候就是很酷就是 因為是我跟妳的朋友分享 然後就是我... 可以講XX的名字嗎? 我們中間有一個朋友 對我們有一個朋友 然後我就跟那個朋友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就講了我的故事 然後那個朋友呢就跟宣頭講 然後有天宣頭就是我們就在運動會遇到 然後宣頭就說我聽說了那個故事 然後我就說那就是我的故事 那就是我本人對不對 對對對 我是聽別人跟我講的 然後沒想到那個故事裡面的主角就是她 所以今天就要有她本人來跟我們分享這個 很荒謬的故事 嗯 對 我就開始講了 就是... 這真的是非本意的荒謬 不過應該是荒謬 什麼? 誰被荒謬是非...誰被本意的 對我講完後悔 應該沒有人荒謬是柯莉的 對 但是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還可以活著講這個故事 就覺得很感恩 對 事情發生在... 2019年 2019年 然後就是因為我工作辦一些活動 然後所以那一年我就跟一些好朋友 我就在辦夏令營 然後是給國高中生參加的 然後呢因為我就是負責活動的部分 所以當大家有參加過夏令營吧 通常都會去就是有大地遊戲啊 就會去闖關 對 然後因為夏天所以我們就買了很多顆西瓜 然後有一關他們就是要大家吃西瓜 然後要把它紙就是吐在一個盒子裡面 然後比賽誰先吐進去 然後我那個時候我們只是在尋關 我就帶著就是企劃的人 你是關主 喔就是策劃 對我是策劃 然後我下面有寫這些遊戲企劃的人 然後還有關主在帶一頓 所以企劃我們就要去尋那些關卡 看說就是他有沒有照著就是企劃在執行啊 然後玩的歐波OK 然後所以呢我們就到我西瓜那一關 然後關主就說欸你們快點過來幫忙吃西瓜 然後就是這邊還有很多西瓜就是吃不完 然後我們說喔好好好 然後我們就想出一個遊戲 就是一人拿一片西瓜 然後我們五個人就圍成一圈 然後那片西瓜是你的武器 你就可以開始吃它 然後你就可以把西瓜汁或是肉或是籽 就塗在別人的臉上 它就是一個有點噁心 但是很好玩的遊戲 對啊 所以那不是關卡的內容 那只是你們當下一個興致來的遊戲 對 就是吃西瓜然後兔子 對對對 那怎麼算贏 嗯就是它就是一個快樂的過程 對 然後因為我們前一踢的時候 另外一關是可樂加饅頭煮 我們就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圍一圈 然後一人一杯可樂 然後一顆饅頭煮然後互噴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西瓜也可以就是如法炮製欸 不應該如法炮製了 所以呢接下來就是 故事的內容 要請大家就是千萬不要模仿不要嘲試 所以我們就是一人拿一片西瓜 然後我們就說好預備開始 然後我們五個人就開始就是狂吃那片西瓜 然後我就是一開始走 我就突然發現 就是我遇到第一個困境 就是我吃那片西瓜之後 我不知道要不要吞下去 嗯 到底嚼爛了之後 那個汁和那個肉 應該要拿哪一個部分噴人 嗯 然後我就抬頭就是偷看一眼 之周圍的人 結果他們都吃得超快超認真 然後大家都變成就是超級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就開始憋笑 但我又想要就是噴別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被人家 就是吐的滿臉都是西瓜汁 然後我就吐回去 然後我就繼續吃 然後我就很想笑 然後我就邊跑 我就想說我要逃走 然後又要攻擊人 然後又很想笑 然後手都拿西瓜 然後我嘴巴裡的西瓜 又不知道到底要吞下去還是吐出來 所以呢 我就跑一跑 然後當這陣子我有點感冒 我就咳嗽 咳了一聲 然後我就降到了 但是我沒有知覺 我沒有任何知覺 我就跑一跑 我心裡想說 就是這遊戲真的太可憐了 就太好笑了 然後後來我眼前的一片發白 然後我就昏倒 我就昏倒 我被噎到 然後我就是昏倒 然後我就倒在路邊 然後呢 接下來的事情呢 就是因為我昏倒了嘛 都是別人轉述 對我就是別人轉述 然後我多方蒐集了 就是當事者的那個回顧 對 所以他們就說我跑一跑之後呢 我就突然昏倒 然後他們以為我撞到頭 但好險就是一起玩裡面的人 有一個是救生員 然後有一個是護理師 然後他們就看我的狀態 就想說應該不是昏倒 然後他們就想說我應該是噎到 所以那護理師就非常快速的把我拉起來 然後做哈姆立刻法 他有學過哈姆立刻法嗎 所以用一個移角 那因為那種沒有移角 所以他就直接把我拉起來 然後就用這邊 然後就是壓我的這邊 很趕我這裡嗎 類似 對對不起我醫學超爛 但是呢他是很專業的護理師 所以他就立刻把我拉起來 然後做哈姆立刻法 然後我就把那個西瓜吐出來 然後他們就把我坐姿 然後我就後來就醒過來 你就瞬間醒過來了嗎 也沒有瞬間 我就是慢慢的醒過來 然後你醒來就發現 大家在看著你 對然後因為我以前有昏倒過 就是很多次 你們都幾次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昏倒醒來之後那個感覺 有點像其實有點像你睡了一覺 就是很好叫 就是啊起床那種感覺 所以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事情不對勁 是不是你重生了這個感覺 我有這種好像斷片少一些什麼記憶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然後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他們就說你剛剛昏倒了 然後我就說蛤 然後他就說你噎到 然後我說蛤 然後他還給我看 我吐在旁邊那塊西瓜 超大塊的 對 他我立刻就把就這樣拉一拉 然後就吐出來了 對他就是壓我這邊 然後我就把它吐出來了 然後就好了 然後就是才慢慢醒過來 對 然後所以從我倒地 到被救到吐出西瓜 前後大概 據說啦大概五六秒左右吧 這麼短? 對 那其實還蠻就是有抓在黃金金的救援的時間 對 換問一下好像30秒以後就會開始有危險 然後一分鐘是人可以 極限 對極限 但是如果你以後真的不幸遇到這種狀況呢 或是你身邊有人遇到這種狀況 不用緊張 你如果不會做哈姆立克 就把那個人扶正 就像這樣子 然後拍他的背 就是基本上他是有機會 他的機會獲救 有機會就是把他的東西吐出來 然後就可以活下來 我不知道整個時間就五六秒欸 到吐出來五六秒 然後醒過來就不太確定 嗯 但你醒過來一切就很正常 你通常還沒有受到一些傷害 可能本來就有傷害 就才會 才會玩這種荒謬的遊戲 然後你醒來就只覺得 剛剛那遊戲太好笑了這樣 醒來的時候我其實沒有太 可能因為以前我的昏倒都是那種 平血或是抽血昏倒 所以那種時候我就會冒冷汗 或是耳朵開始聽不清楚 然後那種昏倒我覺得比較痛苦 然後這一個他就是一瞬間斷片了 所以我其實沒有任何的痛苦 通常大家問我最常的問題就是 那你有沒有看到什麼人身跑馬蹬之類的 不是一道光啊 對 沒有 就是覺得眼前發白 一片白 然後就沒有記憶 直到睜開眼睛 那那個西瓜很大的圖嗎 大概就是這樣一塊 你有照片嗎 我等一下拍照片 有照片 等一下給大家看照片 所以我朋友後來 就是那個叫我護理師 然後就把那個拍起來 然後就說欸 傳給你看你剛剛吐出來的西瓜 那個護理師是來參加夏令人的嗎 嗯沒有他就是一起辦的人 喔一起辦的人 我想說如果他是來參加夏令人 那你就更黃的 對就是 因為我算是總負責 然後我就想說還好噎到 不是參加的學員 然後也不是工作人員 然後也不是工作人員 對就是總負責自己噎到 好像沒有什麼人可以吃的怪湯 對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知道說 就還是可以玩吃西瓜比賽 但是就是 不要邊吃邊吐 或是不要 對對對 所以最後那個遊戲有誰勝出嗎 還是就 看你昏倒之後遊戲隨之結束 就是隨之結束 但是在我昏倒之後 大家就想 就是衝過去救我 然後我醒來之後 我就跟大家說 就是我真的沒事 然後他們就一群人 就很緊張的 就是護送我 就是回去 就是衝襲啊 因為是頭上的西瓜 這畫面也是很荒謬 真的 不過後來就是發生一些 蠻好笑的事情 例如說 因為我昏倒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就會傳嘛 然後就說 剛剛Eloise昏倒了 然後什麼什麼的 後來就是那天下午吃晚餐的時候 然後就有人跑過來跟我說 你說你今天昏倒了一分鐘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我說沒有 就是一分鐘 應該只要被送救護車了 但我就蠻感謝救我的那個 師傅朋友 真的很巧 我現在每年七月很進去給他 就是 謝謝你救了我 我永遠感謝你 是不是真的很好笑 對我還送他三眼 你過來感謝他的救命之恩 所以這個就是你人生活到現在 覺得最後沒有一件事情 對 而且還帶有一點好笑 而且最好笑的是 還好你大難不死 所以被平安救回來 才笑得出來 真的 我當初看 就是聽到這個故事 笑到坐在地上 是因為 他給我看了那個影片 就剛好很巧的 有人在旁邊側錄到這一切 對 我真的就是看到他 就是跑一跑 倒下來 超低 對超無預警的 就是這樣直接倒下來 就是側倒 真的是奔跑奔跑 然後就倒下去 對 但那個影片就只錄到 我倒下來的那一刻 然後大家就嚇壞了吧 只是被拉起來那一刻 對大家嚇壞 還要走過很久 謝謝Alois 跟我們分享今天這個 很荒謬的故事 那大家還喜歡 這個荒謬事件 大集合第一集嗎 如果你們還想要聽到 更多一個荒謬事件 甚至你的人生 也有攀比一次荒謬的故事 我歡迎你跟我投稿分享 荒謬還提斷 沒錯 那之後我也會陸續跟大家分享 我從來沒有公開過的 一些荒謬事件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還可以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可以吃剩下你的Instagram 就太害羞 大家說 這就是被習慣獻的一個人 對Alois的Instagram 你可以追蹤一下 謝謝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是哈姆立刻即可凡 所以你現在有學會嗎 嗯 沒有 沒有 但我覺得很昌姿 我覺得很昌姿 我覺得變成直昌導大家 不要邊跑邊玩 吃東西有新的 宣傳大喜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